除了新党的市议员选情之外呢 民进党台北市长电话初选民调呢 就在刚刚六点开始 而且呢会持续到晚上十点 而下午呢参选人包括了立委姚文智 许天才以及律师顾立雄都做了最后冲刺 律师呢顾立雄这次呢 还有太阳花的学运发言人黄玉芬 帮他录竞选广告 哎哎哎哎拜托拜托 好一个下午拼一下 党内初选民调就要登场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各个摩拳擦掌 立委姚文智手里电话一通接一通 把握时间拼人气 上午还先搭渡轮油淡水河 畅谈水岸规划市政里面 他未来应该是以这个核酸为主 去思考我们城市发展的 这个背后的价值跟逻辑 站在宣传车上立委许天才 花了三小时扫街拜票跑透透 从这里出发然后到万华 然后往中山 然后再到市政府 绕一千回来这样子 没有扫街活动 不过律师顾立雄把握最后时间 拜票简讯一封封传给台北市民 打完明天这一仗还有下一仗 下一仗打完还有决赛 我好像出赛 复赛 决赛 学运期间顾立雄陪学生出庭打诉讼 办公室表示目前已经有多位学生 主动要帮顾立雄拼选战 整个下午顾立雄神隐 正是为了学生的诉讼奔走 竞选广告还找来学运发言人 黄玉芬先生 5月13日 顾电话 顾市长 顾立雄 几天前 柯文哲才公开提出海选计划 愿意邀学运学生一同拼选战 不过传出学运领袖 陈维婷 林非凡 反弹否认 尽管柯文哲没点名 还是踢到铁板一块 相较之下 吸引学运青年 顾立雄更胜一筹 绿营北市长民调 最后冲刺 谁能出现 跟柯文哲一较高下 参选人卯足权力 催人气 有点TV 柳一轩台北报道